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本又广又深的书 非常精彩的科普 它看得很过瘾 那也有人觉得就是说 这个知识范围很广 知识量非常高 它要慢慢消化 那我听了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毕竟就是说 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 我现在回想就觉得很可惜 那时候写作的时间 留给我的短了点 那总之 因为这个主题确实跨度非常大 那我记得就很清楚 就是从一个认知的层面 我们怎么去接收资讯的 然后到我们怎么样建立起 好多对立 那怎么带来很多错觉 那包括历史 我们认为正确的历史的版本 其实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你也提到就是说 像是在耕种方式方面的失衡 然后人类各种 就是产业上的失衡 造出来的问题 本来是为了解决 比如说能源问题的 结果造出更麻烦 更复杂的情况 那当然就是说 你除了点出这些情况之外 然后提醒我们就是 看事情不要只有一个角度 甚至连define 连定义这个问题 可能都要从更大的层面 去重新去看 那当然除了这之外 其实你讲了非常多 有趣的议题 带出了很多可能的科学发展 像其他能源的可能 我们还提了很多 这个热力学的部分 而把就是开放系统 跟封闭系统 在这个物质层面 又彻底打开了一次 那当然你也提到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对我来说 很突破盲点的是 提到念头比光的速度还快 这一点我那时候觉得 好amazing 就是好单纯的事情 可是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那你也提到人类的起源 那也提到就是说像神圣几何 很多神圣几何这学问 我们都听过 而且听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你用一个很很基本的原则 把它打开来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像已经知道的知识 然后却又重新打开 这过程是非常有趣 而且读了很多本书 我也不见得能够归纳出这些原则 里头关于这个太阳周期的变化 然后关于人类历史 从上古以来的历史的跟气候变迁的关系 那一段也是很过瘾 当然你也提到 我记得有一位读者 他说讲到动物那一章 说他读到就是眼泪都流出来了 那当然那个时候提到 你要写动物这一章 我并不理解 那我只是觉得就说就把它写下来 但是现在整本书看下来 就是这一段好美 就是它demonstrate什么叫做共生存 那当然你也提到轮回 然后提到文化的交流 提到这个 其实你提到了很多 我相信是海外的朋友的心情 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之间 甚至在上一代 这一代 自己这一代 下一代的这一个改变之间 就是人到底要何去何从 那还有一个观念也很特别 就叫做有生殖 sentient matter 虽然你只提到一点点 但是好像为 好像重新 会重新定义一个物质的科学 那像这些我都觉得 实在是非常有趣 那更不用讲说 你后来用这个物理学家 David Bohm 他的人生 跟就是说 他提出来的non-locality 非局部性 你整整打开了三章 那这三章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过瘾 总之这个过程就好像是 就是浓缩了 浓缩了几十本科普书 可以得到的 那我是想问博士 就是说 你在一本转类点 这本书你除了提到 就是说 目前就是气候啊 然后就是人的对立 所带来的危机之外 你还其实还打开了 很大的就是科学的层面 很广的科学的层面 这是你想留给大家的 一个线索吗 孟姨很好 我看你又一次代表 许多好多朋友 想提出来的 甚至把 大家的分享 你也稍微点出了 是没有错 这本书 非常广 其实我们 你看用 透过一个作品 点到好多好多关联 好多题目 但是你可能还记得 我一直不断的提醒 我们走到最后 是减少或取消 哪些题目 甚至有一些题目 我们都写出来了 或是讲了一半 后来我还是自己选择 踩个刹车 认为大家可能 我英文说 not ready 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可能跟大家的 理解 期待 可能很不一样 甚至是点到的 所以走到最后 虽然你点出来好多题目 是不是这本书 我们所讲的 还有这个 critical mass critical number的 这个观念 就说 关键的少数量 这是非常重要 就到最后 这个人间 所认为 是一种 固定 完美的 一些道理 其实它是 透过少数人 所先 所带出来的 所认同的 突然 整体 也就跟得认同 这些观念都是 这本书 包括你讲的好多 许多你刚刚点出来的 这是带出来 我讲很坦白 就是还有好多 比这些题目更精彩 除了气候啊 地球的 转变 辐射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叫人工智慧 这是我 嗯 因为要谈到这方面 我大概要需要更多篇幅 而且可以讲的也很有限 比较有限 因为我不想在这方面造出太多争疑 嗯 你也听过常讲 什么叫做精神控制 精神上的控制 mind control 这些我们听得好像好遥远了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啊 这时候我们进入啊 这几千年 其实都都离不开这种 嗯 集体的催眠 集体的思议 一种 可以讲说是一种大众 大众的 嗯 控制也好 或是可以讲说媒体上 所带来的是一种 一种催眠 一种控制 这些我们都认为是好遥远的事 其实就是现在发生 我们只要做一点研究 都马上就知道讲的是正确 那现在很流行 对不对 什么叫internet of things 或是internet of all things 就说这个 嗯 好像中文翻成物 物物 物质的物 是不是物联网 嗯 它本身所带来的 或是这个电子啊 几机啊 三机四机五机 它带来的 一些冲击 这些我们都认为 一样的好像好遥远 跟我们大家没有关系 没有想到这些 对我们未来 对个整体的管制 控制 整体的一些 一些考量 一种催眠啊 会不会很自然的带给我们 或让我们再进入更深 进入一种虚拟的啊 实境 一种Virtual reality 其实我们现在活的就是个Virtual reality 一切都是虚拟 都是颠倒的 这种实情啊 这种reality 我们认为是真的 其实一点都不真的 所以啊 透过这些发达 透过这个不管是 啊 social media 那种网路 网路啊 网路的媒体啊 网路的我们表面上是自由 对不对 它其实会让我们 写进 嗯 这样这个柳沙 你常常听我讲QuickSend 嗯 到一个Trap 这个 嗯 会让我们更彻底的 写到 写进到这个 一种虚拟的 虚拟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都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随时在被洗脑 被吃解啊 被周边啊 被整个啊 我们五个感官啊 我们在行为上从来没有自由过 都是受到一种控制 假如我们讲说随时 我们对自己哦 还不是对被别人 在心理上 所带来的不安心理 战 你看这个啊 一种psychological warfare 一些心理所带来的这个啊 战争也好 或者一些障碍 这是我们随时在活出来的 也就这样子 不知不觉 我们人本来有 有好大的这个啊 潜能 我们的本能 本来就是无限大的 我们除了我们所讲的身心 还有一个灵的层面 我们有个 每一个都有一种通灵的能力 但是我们 不知不觉 认为这些不可能 我们 在这个人间 我们的处境 被他完全帮助了 也就这样子 我们 也就自然有一套的一种 我们认为 所认为的是一种科学 不管是对人类啊 对宇宙啊 他的这个 呃 起源 对不对 我们都认为 我们都懂 其实完全 现在说 市面上所带 这是我 中文的脚 完全是错的 是颠倒的 也就这样子 不知不觉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怎么来的 没有想过 这个历史 其实是 一点不客观 是主观的 也就这样子 我们啊 虽然 虽然是 虽然如此 虽然不客观 是非常主观的 我们 不知不觉 还会产生一个 民族的主义 你看 这个 可不可惜 对不对 而这些 透过 在透过科学 哲学 宗教 我们最多 还是 随时 活出一种隔阂 一种 前面讲的隔离 分离 最近又 造出一种 很大的偏差 我们 这个 主观性 个人化 特别强烈 老门 最多 就是 不是愤怒 就是不快乐 让我们 大家都不安 烦恼 特别多 我会用 这些题目 当然 我这 后面 只想 回答 你的问题 就除了你讲的 那么多题目 还有好多 好多 我根本 不想 再 去 深入去谈 因为这可能会造出一些 大家会没办法接受 一些争议 因为我们人 我们大家从生到现在都 都被洗脑 被自解 被五个感官 还不要讲别人 社会 团体 整体 对我们 被我们个人 被我们的感官 在做催眠 在被 在做洗脑 受到洗脑 所以我突然 讲到 嗯 这个世界 其实是个 幻觉 嗯 这个 啊 我们活出是个 唯物 matter only 唯物的 一个 处境 一种 世界 我相信 你说 你可以接受吗 任何人可以接受吗 假如我进一步 再提到 说 走到最后 只剩下 意识 只有意识 是真的 唯识 唯识的观念 你说 有谁可以接受这一点呢 所以 我最多 只是用这些题目 这些 对大家很熟悉 很流行的 一些 一些题目 比如说气候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嗯 各样的周期 太阳 宇宙 辐射 跟我们 生存 有相关的 地震啊 火山啊 嗯 这个 接下来 在社会上的 大乱 在这个 我印象到 我们的 个人的行为 不安 等等 最多只是点一下 希望 在一个 唯物的 一种 一种状况下 也就是唯物 本身是我们的 整体的 整体的 这个文化 它是我们在一个 整体的思议 啊 就 用英文叫 collective amnesia 就是我们大家 撕掉这个 撕掉记忆嘛 啊 已经不记得 忘记了 最多只是在 潜意识 在我们的 subconscious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这个 可以讲说一个 稍微有一点 边 一个点 我们有时候 还会记得 要不然的话 啊 我 我 你说我敢 这时候出来 谈维事吗 对不对 本身是笑话吗 不光 大家 没办法接受 反而会有 很大的反弹 很大的抵抗 但是 我就知道 我们在这个 整体的 思议的 当中 还有一点 有一点 记忆 过去好像 有一个印象 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知道 从某一个层面 我所讲的 都是真的 所以我才敢出来 首先用 好多物质 相关的观念 用科学 表面上是科学的语言 医学的语言 心理学的语言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物质层面的 物质为主的 一些观念 透过这些观念 大家都 都 可以 接受 这本身就是我们的 共同点 共同的字业 共同的 支库 可以这么说 我从这里面 稍微再把它打开 也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位朋友 跟我们接触的 我们还不要谈 为师 或是谈这个 心觉的问题 或是 讲到这个 什么是 这个人生 其实是个喜剧 是个幻觉 都不要提这些 暂时不要提这些 摆到旁边 就是在我们人间的处境 我们所碰到的 这些问题 这些题目 只要我们 很认真的 谈下去 自然就发现 全部 跟你过去了解的 一切都是 点倒的 一切 你所认为 是真的 好像它是 没办法摇动的 一些真理 你只要最后发现 根本不存在 没有一个真理 目前有的真理 你这一生 所学到的 是正确的 是 没办法摇动的 一样样 都会跟得摇动 甚至消失掉 就是连 我们常常华人 会讲说 追根就底 你走到最后 发现 根本没有底 没有东西叫做底 也追不过去 追根 你没办法往前进 或是回到一个底 你没办法去取得 一个最后 最真 一个结论 你得不到的 你发现本身 你全部 所带来的工具 你这身 所用的工具 你所用的一些 认为的是真的假设 一些前提的假设 就是说 英文说 presumption 就好像 你进入数学吧 总是前面要有一些假设 你才可以 建立一些工具 叫做数学 或者物理 但是 假如连这个假设 你站的 你认为是很 稳定的平台 都不存在 那你说 有什么底 有什么东西 叫追根就底 根本在这个人间 你没办法 得到追根就底 而你得到追根就底 的结论 所可以得到的结论 完全是靠不住的 你稍微 你把站在一个 不同的角度 看到 同一个处境 同一些状况 你稍微 站到一个更大 稍微还不要说多大 稍微更大一点的层面 你自然就发现 没有一个观念是正确的 它全部只是反映 某一个观点 站到某一个角落 而这个角落 还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一个封闭系统 你常听到我讲 closed system 英文叫closed system 它不是一个open system 在这人间 没有什么东西 叫做绝对的 它本身 它是透过一个局限 本来是个整体自由 它把它变成不自由 把它变成 带到一个相对 一个局限的 限制的范围 所以可以得到的 所以 它的前提 它的假设 已经 锁定了 锁定你的可能 所以你说 嗯 在这个人间 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我用这些实力 来做个探讨 稍微点一下 希望大家 利用这个机会 做一个彻底的反省 彻底的回转 还不要提到这个 醒觉的题目 意识的题目 就是在一个相对的 责面 我很有把握这么说 大胆的这么说 没有一个领域 到最后 你只要去观察 去追求 它是真的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 人的 human condition 我们人的处境 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一个 虚拟的世界 在这个虚拟的 世界 我们 虚拟的 世界 我们还要再延伸 更虚拟的 世界 用我们 人工的 智慧 用这个 可以讲说 只用 这个网络 所带来的 方便 用这个物联网 这样 更 当然是很宝贵的工具 它会加快 我们的 效率 对不对 要不然人不会发展的 它本身是 是很宝贵的 这个 工具 但是 无限当中 它会让我们 受到更大的控制 更大的管制 这就是 我认为 非常可惜 我们人的发展 走到最后 走到最后 走不通的 因为 它是 进入一种 分别 进入 越 走下去 越 进入一种 专业 一种分别 一种区隔 一种隔阂 当然 连我们 所讲的人工智慧 可以带来的 整合 我们所讲的 这 integration 整合 其实 它还是 占到一个 假设 假设什么 物质是真的 物质是唯一的 是真的 包括连意识 你前面 也听到我讲 它都是 从物质 延伸出来的 也就好像说 没有物质 当然 更不用讲 意思 意思是 是一种 一种 它是理所当然 从物质延伸出来的 是一个 副作品 好像可以这样讲 一个副 结果 secondary product 对不对 一个by product 我们英文讲 这也就是 我们人 大家 我们做到今天 百分之百的人 认为是如此 所以 突然 你看我讲 好多 这些观念 叫大家踩个沙子 你说 是不是办一个 疯子 疯掉的 疯子的叫声 但是 前面 也讲过 我非常有把握 只要你 去观察 追查下去 去掺 一路掺 到底是真的吗 嗯 这怎么来的呢 这个 这 有 什么关系呢 跟 其他的 道理 其他 哪些站得住 哪些站不住 只要你观察下去 寻下去 嗯 前面讲过 非常把握 你 可能 最深 没有回头路 你发现 没有 好像没有一个东西 真正 靠得住 就好像 好多武器小说也好 或者电影 嗯 这个 对不对 就是他 你突然 透过 你的发现 你的体会 而 取得一个 好简单的一个结论 好清楚的一个结论 这身 没有一样东西 你学到到今天 靠得住 人间 你所看到的 摸到的 体会到的 闻到的 听到的 看到的 任何你过去体验过的 关系 哪种关系 跟别人 家庭等 全部 都是 头脑的作业 你从来 没有离开过 你这个五个感官 所带来的限制 他所建立的 嗯 这个 好像表面上 很完整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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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资讯体 Informatics 或是 Informational Body 你竟然把这个 这个虚的 知识体 或是虚的 资讯体 认为是真的 而是站到这种 虚拟的平台 你在看一切 在想一切 在理解一切 在期待 未来 期待 周边有什么 行为 有什么 表现 你认为可以接受 或是用这种 嗯 角度 或眼光 看哪些 行为 你没办法 接受 也就这样子 你看 好完整的一套 嗯 一个 一个 一个人生的故事 也就这样出来了 那因为 那因为 这一次碰到这个地球 快步的转变 我想这里也不用再重复了 我认为 这种 嗯 在这种 围棋 这种 挑战 可以怎么说 所带来的 那我们 可以 稍微 好像睁开眼睛 扎了个眼 一个 看到一个 嗯 一个 一个 很 很临时 看到 看到 哦 原来 样样都 不存在 样样都不是真的 那 我是希望 透过这种领悟 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物质层面的领悟 还不是在讲 啊 心 嗯 可能大家 突然发现 一切过去 所 知道的 都不 存在 所以 也就 可忍 可忍 当然 这是看大家的成熟度 嗯 也可以说 大家的聪明 或是 心里的这个 嗯 一些 啊 对大家 对你我 都是一种考验 突然做了一个回转 就 接下来 不会再在这个人间 再继续寻 再继续浪费时间 再 继续 迷失 迷失 这个路 在这样 在这个 昏迷当中 在流浪当中 在不断的寻 不断的真 不断的去研究一些 跟你 真正的 意识 真正 唯一的一个一点 一个点 或是没有点的点 这是这一生 可以靠着做的 也就是你的意识 真面 你的心 的真面 你的内心 的真面 你彻底做一个回转 接下来 你跟自己 生命 我再也不会被骗走 我剩下 这几个小时 几天 几年 几十年的生命 我完全 投入到他 投入到内心 而外面 所带来的 变化 变动 动态 作用 也就是我们 认为人生 跟相关的 价值观念 就是一个人 在物质要 越多物质 越好 不管是财富 名誉 等 权利 对不对 越多 过去 可能认为 越多越好 这就是我们 社会 不管是 哪一个民族 华人 西方人 都是我们的 价值观念 你看电影 我们在媒体 所读到的 都是认为 越多越好 越多 越代表 有个代表性 代表你成功 你成功失败 是用物质 层面来衡量的 现在你突然发现 根本没有什么代表性 可能对其他人 还有 但对你 引擎 不重要 引擎 带你 带不走了 骗你 骗不走了 你清楚的知道 只要有这个肉体 还是有这个游戏 什么游戏 二元对立 或是因果的游戏 你还是这个肉体 只要你认为是真的 当然它要吃饱 它有个安全感 那你发现在这个世界 全部对你 最多只是一个工具 把这个身体养活 维持它的健康 但是你已经知道 你全部的注意 已经 它引导 自己引导 到另外一个层面 在一个心 更深的层面 你已经知道 这个 接下来 不是透过动 透过好像 我们好精彩的一些 变化 比如说你可以听到什么 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体验到什么 可以活出什么 可以 一切的 我最多只能说是作用 你已经清楚的发现 你不会再被这些作用带走了 你已经知道 不管 多忙 不管你多 盲目当中 忙的当中 或是不忙 完全不动 不忙 休息 你发现到最后 都是一样 而一样的事 不是在这个表面 你动 当然是动啊 动跟不动是不一样 一样的事 你不管 不管在任何时点 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 几天 一年365天 你剩下的这一生 唯一的 一样的 唯一的共同点 道不是你体会到什么 最多只是这个本能 叫做 在 叫做 吃 叫做 觉 你随时都有的 甚至你认为表面上不在体验 或是 不在快步 甚至不在漫步 在走 这些本能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它是 这个人生的 唯一的 共同点 而 你完全 没有花钱 没有 费力 完全是轻松的 你把它 找回来了 甚至 你也不用去找 你也找不到它 因为 你到最后 会发现 其实 你 就是它 你就是 你想找的 你最深 全部想找的 你就是它 你看 这个是不是又 被它骗了 被这个人间骗走了 所以 你接下来 发现 转捩点 地球的转捩点 对你一个 对你是变成一个最好的 提醒的工具 地球快步的在改 在变更 你是 佛 跟它一起在转 一起在走下去 一起在 得到一种恐慌 着急 失望 还是 利用这个机会 来提醒自己 你要找的 不是在这个人间 不是在这个外在的层面 你想找的 通过这个人间 你永远找不到的 而你真正想找的 你拉着 你找到 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但是 不是用 这个五个感官 你可以 体会到什么 说明什么 理解到什么 把它描述出来的 只要 你 试着用 这些方法 你不光是在费力 不光是 落回在一个作用的层面 你其实好冤枉 又加了一个头 又 自然 让你找出地方 所以 才会不断的讲 我期待大家 花一点时间 把这几年来 带出来的作品 把这作品 还不是光是书 嗯 很多是录影带 CD也好 一些声音的作品 是不是值得投入 假如你投入了 真正花了一点时间练习 其实我都知道 只要我们接触 马上你也都晓得 你这一生 也完全不同 就 让我期待 有一天 是否我们大家在会面 在会面的当中 最多 只是用 没有语言的语言 根本不用再 开口讲话 开始 用 那么多话 来表达 一个 理所当然的层面 一个状态 你本来就有的 而我们 才可以彻底 进入一种 体验的层面 而 最多 只是透过这些共修 把你本来就有的 稳定下来 让它从一个瞬间 变成第二个瞬间 变成第三个瞬间 一天下来 二十四小时 变成你的最平常 最普遍的状态 这不知不觉 你已经活出 这一路 过来 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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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腐 你这一声 下了一个 好像 下了一个种子 交给宇宙 就是这一声 醒不过来 不用担心 其实走到最后 你也发现 没有一个东西 叫醒觉 醒觉最多还是个比喻 还是透过这人间 我们再看 站在那个不存在的一个层面 再看到一个永恒的层面 你说可人吗 对不对 所以最多这是个比喻 因为走到最后 你发现 你随时 你老是是醒觉 你就是醒觉 但是到今天 可人 你还不知道 所以要让我 用那么多语言 那么多话 来描述 来表达 一个理所当然的层面 你本来就有的 没有人可以带走的 连你自己都带不走的 但是 不是在这个人间 可以找到的 你看这些话 对你做到这里 还有没有矛盾 让人知道 你心里不担忍 听得诚 是 听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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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知 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